将USB充电线分别对应插口进行连接 当充电时遥控器指示灯为常亮 充电完成时指示灯会自动熄灭 按压飞行器尾部电池模块 将电池模块抽出 将USB充电线 进行连接 充电时间为120到160分钟左右 打开手机应用下载 搜索CSJ GPM进行下载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下载 打开飞行器电源 打开手机无线网络 连接相对应的设备 等待连接成功 打开软件进入控制界面 双击右上角GPS信号图标 使地图可以通过移动数据网络 实时更新你的位置 等待更新地图完毕 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面上 打开飞行器电源 再打开遥控器电源 此时遥控器发出滴滴两声 飞行器自动对平成功 长按陀螺椅 叫准功能三秒 遥控器发出滴一声后 机身快展三秒 叫准成功 长按地磁 叫准功能三秒 遥控器发出滴一声 机身前后灯 处于熄灭状态 进入地磁模式 将飞行器水平旋转360度 机身前灯亮起 水平叫准成功 将飞行器竖起 机头向下 旋转360度 机身后灯亮起 叫准成功 将飞行器放置水平面上 直到机头灯变亮 搜心成功 可正常起飞 遥控制左右操控杆 拨向外发形态后回轮 此时四个螺旋桨 同时匀速转动 表示解锁成功 可正常起飞 无头模式 开机最平时的飞行器前方 默认为是无头模式的前方 飞行过程中 轻按一键返航功能 飞行器 直接往起飞点进行返航 点击APP控制界面中的航点飞行 将地图拉伸放大在红色圆圈内 设置航点 点击发送 以完成飞行轨迹 进入APP控制界面 点击控制器开关 当作操纵向上推 飞行器升高 左操纵杆向下推 飞行器降低 当左操纵杆向左推 飞行器机头向左转 向右推 飞行器机头向右转 当右操纵杆向上推 飞行器向前前进 向后推 飞行器后退 向左操纵杆向左操纵杆 飞行器向左侧飞行 向右推 飞行器向右侧飞行 点击APP控制界面中的环绕飞行 输入半径数值确认 飞行器会以当前飞行位置 为中心飞往所设定的半径距离 进行环绕 飞行过程中 点击软件界面中 手持拍照 面对飞行器摄像头 摆出胜利手指 飞行器自动进行拍摄 也可直接轻按遥控器的一键拍照 轻按遥控器的 速度切换键 滴滴两声 切换高速模式 再次轻按滴一声 切换低速模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